金正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断地发射了飞弹 他不断地飞机升空 不断地在满北韩的边际制造了一个紧张关系 大家一开始觉得金小胖又在闹小脾气了 他又开始在闹事了 剧烈爆炸掀起尘土冒出浓烟 连监视器都因此晃动 北韩在当地时间15号炸毁连接两韩间的铁路 金义县东海线以及周边道路 一旁蓝色路标上还刚好写着再见一路好走 画面相当讽刺 南韩也随即反制 超军事分界线以南展开对应射击 不过北韩要切断道路早有端倪 从去年11月起就开始在周边路面埋地雷 北韩甚至在9号时通报驻韩美军将炸毁道路 北韩官媒也报道 金正恩在爆破行动前一天 召开最高国家安全会议 南韩军方当时已经下达先斩后奏方针 尽管当时已有防范 但北韩说炸就炸 切断两国间友好的象征 让南韩更不满的是 这条铁路新建费用完全是他们买单 北韩这次行动正是对近日拼让三度遭到南韩无人机 以及空飘船单侵扰做出的回应 金正恩包妹金与正还说狗的行为该由主人负责 将南韩比喻为狗 一来一往无疑让两韩急剧升温 平壤政府似乎在做开战准备 普丁先前访问北韩时 已经和金正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约定如果任何一方遭遇攻击 另一方将提供军援 不只向外找盟友 平壤政府也大打宣传战 要国内青年重新入伍 消灭南韩傀儡政权 终重行动都让朝鲜半岛充满山雨欲来的气息 东圈国内中新综合报导 在新开年没多久之后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北韩朝这个 约莫是这个南北韩分界线的 这个包括里面有个盐平岛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白陵岛的地方 靠近北韩那边发射了200枚的弹药 200枚弹药这样打出去的时候 因为虽然说是在北韩的境内 但是靠近盐平岛 所以盐平岛马上就想起这个防空警报 然后就要求大家赶快躲起来 躲起来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当地人非常紧张 北韩你怎么又再开始发了这个200颗飞弹 你没事丢200枚飞弹 对 200枚飞弹 结果没想想南韩没多久就说 你这样是挑衅行为 结果下午的时候 南韩马上就开始展开所谓实弹演习 他就回击了400枚 就回击你 所以现在开始的话南北韩之间 似乎是有点火药味出现 会越闹越大 对 那为什么火药味出现 因为很简单 因为事实上这个去年 影席又不是去访问美国吗 然后跟这个拜登签的这个华盛顿宣言 对不对 他们说今年 大概月末是今年6月左右的时间 美国跟韩国所谓针对北韩的核打击的 所谓这个装置 完全会完成 所以到时候金氏王朝你敢发动核弹 你就完蛋了 就因为6月就要完成了 所以现在金氏王朝真的很紧张 你6月真的就要完成了 先打再说 所以他就要先打 你看前几天的时候不是这个金宇正就出来说 你们这个影席月 是不是让我们我国发展军事的重大工程 事实上他还在那边讲 他讲的就是很昂仙 他就说你不要这个样子 但现在为止来说 真的南北韩有点紧张的味道 为什么 现在发现什么状况呢 北韩已经越过原本919规定的这个 我们要退出军事行动的这个地方 他现在进去这个相关的前线 开始做什么 开始改造战 然后开始在里面要部署人 所以看起来北韩真的 他在整备了 他已经开始在整备 准备要跟你这个打一架 那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美国也在这个地方说 你北韩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了 在这个所谓 这个乌克兰 境内里面 发现到很多你北韩支持 俄罗斯的炮弹 所以现在看起来 现在美国跟韩国的这个 对北韩的态度 都是越来越强硬 北韩也没有跟你客气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今年我觉得北韩的这个 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来说 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观察 赤松 另外就是 南韩居然举行10年来 最大规模的阅兵 而且尹熙悦直接对北韩呛加了 没错 9月26号的时候 南韩举行了这个10年来 他们上次举行是2013年的 最后的一个大阅兵 那这大阅兵要做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乙克兰讲得非常清楚 他表现了对北韩震慑的威力 因为他原本这个大阅兵是10月1号 10月1号是什么 是南韩的这个建军节 75周年 那为什么要建军节75周年 这个在195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10月1号 就是南韩军队翻越过38度线去打北韩 所以这一天是他们非常重要的 建军节的日子 那因为10月1号是中秋节 所以他们就提前到这一天来 提前 那举行的时候 他们在什么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的警服宫 还有光化门 他们在整个四中大道上面来说话 这个就浩浩荡荡 把当时所有南韩的主要的武器 全部都秀出来了 这是南韩最重要的道路 就是警服宫 然后这个光化门之间 然后四中大道 这个路上 全部塞满韩国的这个武器 好了 塞满武器的时候 那尹锡越致死他就说 如果北韩胆敢使用核武器的话 我们韩美同盟将予以压制性的反应 还有使其政权被终结 终结金家政权 那他当然了 尹锡越就坐上来坐个阅兵车去阅兵 好 那阅兵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看头呢 保健 他这里面来说 有两公里的这个部队展示 两公里部队展示的时候 展示完之后 第一个 他们现在是看到 很多外界看到这个 选武式的这个飞弹 那这选武式的飞弹是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是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之后 选武飞弹 包括说像目前的这个选武5呢 他可能就是打击 金正恩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飞弹 他发射出去之后 他可以携带约莫8到9吨的弹头 而且他听说 他能够钻地100公尺以下 虽然等于是 你金正恩你到时候躲在什么地方 我照样把你打死 他是钻地弹 对 所以这是选武5型 这是目前为止 可能南韩又来对付 金正恩的非常重要的武器 你就算躲在地下100公尺 我都可以把你炸掉 对 好 那另外除了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高空的防御武器 因为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 可能北韩先攻击之后 他们这个LSAM的这个飞弹 目前是用中高空拦截的这个部分 可以拦截约莫是高空 60到8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也展示什么 包括说像小型的这个无人 无人的这个无人载具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无人潜见 类似无人潜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他们就把它展示出来 那除了无人潜见之外 他们也展示无人机 这类似这个 这个美国设计的这个无人机 这样一个状况 而且在9月1号的时候 南海宣布说 我们要成立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部队 这个专属的这个无人机作战司令部 所以你看南海的很多设计的 都是针对北海而来 好 那当然除了这些所谓的 这个硬体的这个展示之外 还有一个神秘部队 在这次亮相 神秘部队 对 这是什么 这是两三百名的美军的这个作战部队 他是美军第八集团军的这个成员 这两百名能够从高空而降 这就其实是神秘部队 这神秘部队是做什么 保军事长 你说美军都参加韩国的军业 对 那这支部队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就是参加韩战的时候 美军攻打北韩的最主力的部队 他真是也来 所以那等于是韩美同盟嘛 所以美军也会来嘛 所以美军还参加阅兵 对 好 那除了这一次的这个 所谓阅兵典礼之外 还出现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美军 还出现一个叫做 Army Tiger的这个部队 这部队来说也是第一次在那边展示 那Army Tiger的这个部队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 其实是展示 他们目前为止是一种所谓的 他们未来韩国军队的一种标准化的状况 那这军队是做什么呢 它是一种所谓 人工智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部队 你可以讲他们的 他们除了这个训练人员来说 除了你要会这个开枪 搏击 这些体能要非常好之外 他们要能够大量使用无人载序 包括你看 他们每一个军人可能都会配备无人机 所以无人机来说 我刚要前线 我就用无人机飞出去之后 我就可以用无人机来知道 我的这个状况 甚至我还可以用着无人机 或者用很多远端的操控方式 来攻击你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那你看 他可以用无人机 你看我可以知道说 敌人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就把你摧毁 这就是目前为止 韩国军队 他准备要未来 在他的军队里面结合 这个Armitage就是老虎营 要结合相关的这个AI人工程 这是韩国军队的未来 我觉得北韩现在最诡异的事情就是 现在金正恩不管到哪里 居然都带他的女儿金珠爱 甚至还下了一个命令 现在在北韩 你只要名字有珠爱的 你要给我改掉 我也没谁知道 你女儿叫金珠爱 你叫了金珠爱 不可以有她的名字 好 那刚刚讲到 现在本来以为说我只是宠女儿吧 所以我就带她出来见识场面 可没有哦 现在连邮票都出来了 所以你刚才讲说 今天金正恩非常刻意的 把金珠爱给弄出来 这个代表说 他有可能是未来金氏王朝的继承人 越看越像了 对 如果他下令要把这个大家的名字跟金珠爱 珠爱一样的名字改掉的话 代表就是继承的概念 真的继承 因为他以后这个如果当一个王 或是当一个所谓的领导人的话 怎么可以让民间的这个姓名跟他一样呢 就像之前一样 你知道呢 那个什么令计划令什么的 令胡 他以前叫做令胡 是因为胡锦涛当了这个所谓的国家主席 不能叫令胡 所以就把胡拿掉 这个跟传统中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 所以令计划已经叫令胡计划 令胡计划 后来等到胡锦涛下来之后 就改回名字叫令胡 那他们家主要叫令胡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当如果说下令这种事情 都要改名字的话 就代表说他已经认定 这一位金珠爱就是下一任的继承人了 那为什么呢 那怎么会找一个9岁的胖女孩来招继承人呢 不是 因为他身体不好嘛 39岁的金正恩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挂掉啊 因为你知道说他可能有痛风 有糖尿病 有什么其他的肥胖疾病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 他们的国家的邮票 上面都用这个金珠爱的这个照片 这是北韩的邮票 北韩的邮票是金正恩跟金珠爱 金正恩跟金珠爱 金正恩跟金珠爱 对 把所有最近来讲的话 出席在任何的军事场合的照片 一一一的就用邮票的方式来呈现 那不是为了纪念啦 是要让全国民众都看到他的女儿长这个样子 我们之前不是想过吗 如果说他现在不把女儿拿出 这个带出来 让所有的军方都看一看的话 哪一天说不定金宇正会夺权也不一定 说不定他的其他什么亲戚会夺权 或者是金正恩的儿子在海外又飞回来夺权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 必须要把他这个 这个所谓的栽培的 而且刻意栽培的这样的一个女儿 带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他才九岁耶 对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现在劳动党里面内部来讲 金宇正还是掌控了某些党权 还有某些职位 那会不会说现在来讲的话 未来这个小女孩呢 会慢慢的进步到 比如说担任什么党的职务 让她能够开始有一些什么 历练出来 那至少是什么东西 至少这是近世家族的成员 让大家都知道说这是未来继承人 但问题是说 是不是内部的确出现有人想要夺权的问题 是不是有人想要趁着金正恩的身体状况 不好的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这么突然 你如果说让他长到18岁左右 再把他带出来 不是刚刚好吗 为什么非得要在10岁的时候 时间这么赶 就把他带出来 显然是不是金正恩身体状况有问题 或是得到什么绝症 或是得到什么疾病 巴得他不得不现在把这个小女生 在这个时候出来亮相 难怪他的妹妹越站越远了 是啊 那他妹妹是另外一个可能继承的人选 因为跟他是同一个妈妈生的 所以对这个金正恩来讲的话 他其实更要确保的是自己的家族 那可能在他的这个三个小孩当中 他认为这第二个才能够继承他的大业 所以就一直不断的把他带出来亮相 金正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不断的发射了飞弹 他不断的飞机升空 不断的在满北韩的边际 制造了一个紧张关系 大家一开始觉得 金小胖又在闹小脾气了 他又开始在闹事了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的是 过去南北韩或者北韩在闹事的时候 他就是一颗飞弹 两个飞弹 三颗飞弹 打完就没有事了 但这两天非常怪 今天就讲了 130架的战机升空 你每一架战机升空 那耗费的油料 造成的这个所谓损耗 那都不是北韩现在的能力 可以负担得了的 还有就是东亚日报讲 朝鲜也就是北韩 两天发射的导弹 就已经耗损了2416亿美元 当然了 北韩一年的出口额度 它两天就把你打光了 那你真的有这样的家庭 你有这样的底气 而且你这样的状况 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 美国已经发现了 北韩今天不断的闹事 不断的发生飞弹 难道有中国的支持 而中国现在 因为被美国封锁 刚刚讲的 你已经把我开始关门了 你已经把我所有的 兼闭信息 你已经不让我有任何的活路 甚至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的 专栏作家弗里面都讲 现在全世界都有个 去中国话ABC 也就是你可以 go anywhere but not China 你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 但是你就是不能去中国 如果我已经被你封锁了 习近平有可能 用这样的方式破冠破摔 我不敢表面跟你翻脸 可是我一直制造局部的冲突 制造的局部冲突之后 我就造成美国的麻烦吗 如果说 现在中美的冲突 已经不是只有经济了 已经不是只有科技了 现在中国也要制造 局部的冲突 来造成美国的麻烦 那台湾会深陷其中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 两边对答案 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州首领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十一片李正浩 好 第三位是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许晓鑫 大家好 好 待会儿呢 资深媒体人 欢迎和委会加入讨论 好 所以四首 最近我们看到 金正恩不断的发射飞弹 不断的还传说 把炮弹送到了俄罗斯 我本来都以为说 金小鹏又在闹比气 可是你点出了一个重点 他不是打一天 他打了好几个月 打了好几个月以后 这个炮弹都要有钱的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底气 所以大家想 搞了半天 现在在中美对抗里面 又出现一个新的状况 没错 习近平故意制造局部冲突 制造局部的紧张关系 跟美国叫牌 而且最近让美国最头痛的 其实是金正恩 为什么 金正恩从9月25号 一直到10月12号的时候 他已经连续发射了 9次的飞弹 9次 结果他这几天 越射越夸张 而且11月12号 他射了25枚的飞弹 结果11月3号的时候 又射了约莫斯 80几枚的飞弹 一共两天 就射了100多枚的飞弹 他不止这样 他11月4号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的时候 他180架飞机 起飞 然后男孩很紧张 他甚至还派了F3速A 来应对一个状况 你知道双边现在 有点剑拔奴章的局面 那你说 那就是金小胖自己在闹事 可是保留跟你讲 绝对不是金小胖在闹事 不是金正恩在闹事 他这几天 11月2号跟11月3号 这两天 他射了100多枚 你知道一共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 至少可能2亿美金左右 2亿美金是什么数字 他把家底拿出来 他一年的这个 这个国防预算 才40亿美金 他一天就射了2亿 你觉得他哪 他现在是国穷民困 他哪来这么多钱 在那边搞这些东西 等于说你一年的贸易出口 就打光了 所以一定是 人家就说 你是后面有人当你的巴库 那到底是谁 在当年的巴库 那当然就是习近平 我们讲到习近平的 所以习近平在闹事 当然习近平的个性是 有仇必报 你对我强硬的时候 我绝对对你更强硬 所以就狭路相逢 勇者是 没有错 那为什么这样 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这个说法是什么 你看福里曼说 你看最近的这个重要字 叫做 中国出走 美国都要从中国出走 另外一个 纽约时报的北京的这个社长布瑞薛 他说什么 他就说 美国目前一个叫ABC政策 就是Anywhere but China 虽然大家都把 China 排除在外 习近平看得当然非常美颂 说你这样搞我 那我要搞你 你要全面围堵我 你全面围堵 那我就想办法来给你制造个小麻烦 让你觉得非常麻烦 所以金正恩就是他的小麻烦 这时候金正恩小麻烦怎么制造呢 除了他在这个北韩这个地方挑起南北韩 还有日本的紧张之外 另外一个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白宫说什么 白宫突然说 北韩你自己现在送非常多武器 给这个俄罗斯 宝姐 请问北韩有那么多 他自己人命都不够吃 他还有办法援助俄罗斯 没有办法吗 所以显见这后面一切的引武者 呼之欲出 那个人就是习近平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 南韩的东亚日报就是提起到 你刚才讲的 你两天发射这个导弹 你耗损是2400亿的韩元 你连一年的出口就这样打光了 所以我们就说 最近北韩的人民 已经饿到在吃乌龟的这个状况 甚至还要求说 赶快国际给他支援 可是你看 最近金正恩根本 真的完全是发疯了一样 9月25开始设 28 29 10月4号 10月6号 你看在10月9号 10月12号 就到设这个问题结束 你如果我跟他讲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 因为10月16号要开20大 请你先不要动 20大就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要一直射 射完之后20大开尾 他马上又开始 11月2号 马上就射了25枚的这个飞弹 几天下午又射了100多枚 然后11月3号再射4枚 然后再射80多枚 那你看搞到怎样 搞到南韩都相当紧张 日本都相当紧张 那你要统计 我就讲 光是这两天就是一年的出口 那你还有前几天那么多 你少说你已经射了非常多的这个飞弹 你哪来那么多钱 对 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竞争 哪来那么多底气 所以人家才说 你真的后面就是有大人在援助你 那个当然就是习近平 所以柯比就特别提到说 虽然我表面上讲 北韩私下提供大量的炮弹给俄罗斯 来投入乌克兰的战场 然后现在他居然是什么 重点在警告中国大陆不要越界 没错 柯比说什么 他说最近北韩取到第三国 从这个北韩运出去之后 到中东 然后到北非洲 然后就进到这个俄罗斯去 给俄罗斯非常多这个武器 然后可以来打乌克兰 我觉得完全有点不太合逻辑 为什么因为北韩目前为止来说 他的枪炮弹药 其实很多还是从俄罗斯的技术来的 俄罗斯以前北韩的技术 就是来自俄罗斯 那结果你竟然还有办法去援助他 还生产炮弹药给他 目前北韩的生产力也是不足 他那些原物料 搞不好取得都成问题的时候 没错 你拿来的那么多 那么多 这个所谓原物料可以送给俄罗斯 所以显然这个其实是不太合逻辑的 所以其实柯比还 你看他故意后面还说 多次警告中国大会不要越界 不要越界 就是你不要把我 你或许当这种淫无者 我可以争议之眼逼一阵 但是你千万不要给我 大规模的援助 所以 现在本来有的时候 台海形势非常紧张 就搞了半天 最紧张是南北韩 当然 南北韩多紧张 你知道吗 当时10月2号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射飞弹射到这个区域吗 来吗 射了那么多飞弹来之后 南韩 隐形势上台之后 果然就不一样 他说好 你射到这个地方来 我也飞出去 他飞出去之后 你看第一次 南韩的飞机居然越界 越界了 然后越界 他又用空对地的飞弹 打跟你一样的位置 所以他跟你挑衅 你发射这个空对空的飞弹 我 空对地的飞弹 我发射空对地的飞弹 也去打 所以双方向 显然是相当相当紧张的局面 那你看原本的 这个美韩之间 在进行一个叫 联合的空中军演 叫警戒风暴 就因为这样的时候 还宣布说我们延场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南北韩的局势 现在连日本都非常紧张 对 为什么日本非常紧张 他发射飞弹出去的时候 其实曾经触动了日本的J alert 就是说日本国内都非常紧张 包括新系线 工程线 很多线都听到说有飞弹 有飞弹飞过来 所以日本也很紧张 所以才说嘛 这能够搞到这个 让南韩和日本 美军都这么紧张 那后面当然一定是 习近平这时候来 我给你塞浪一下 好好的逗逗你一下 我虽然说 我现在对台湾有企图 我现在等于说 对台海其实是升高 可是他现在要把整个 低岛链 全部一片瘋火 对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态度 也非常清楚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我们就说 现在中国啊 战狼不是只有战狼外交 他现在要什么 战狼金融 我跟你讲 中国的这个政建会的 这个副主席方兴涵 他说什么 警告外资啊 你不要恨中国和香港对赌 他直接跟你呛赌 那你就知道 连这个过去我们都说 金融界有必要这个样子 他跟你完全开战 那你还怎么做 你看今天的港股 跟今天的这个上证 他给你狂拉 你要出 我就给你狂拉 所以事实上 他就用这种战法 他等于是真的投注资源 跟你对干 你外资要卖 二十大之后很多事情 真的不一样 因为二十大之后 股市一直喋喋不休 好你这样 我跟你宣战之后 我就开始拉 所以他整个感觉 完全不一样 真的一天要 我们刚才讲 ABC Anywhere but China 所以事实上 现在整个中国 面临到非常大压力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后撤 他反而跟你干个月深 好那刚才讲的 现在中美 真的开始 过去我们刚才讲的 跟中国关系最好的 是华尔街 对 华尔街很多的基金 全部投资中国 在中国赚了满盆满破 赚了很多的钱 可没有想到 现在全部都要跑掉了 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 老虎全球管理基金 这个基金很重要吧 他说连他都要跑了 这个老虎全球基金 其实是一个 投资中国基金 非常早期的 他早期就投资什么 新浪网 还有搜狐网 还有网易 他2002年就已经投资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主要 早年在投资中国大陆的 所以他今天就说 那我们准备要 完全投资停止 而且要出清相关的个股 所以你看 华尔街 他现在已经在慢慢的 从中国市场在撤退 那好 那当然你跟我这样子 互相的对抗的时候 习近平呢 他有传好粮草跟你对抗 他也准备了 怎么办 他现在做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用国营企业 把大型的民营企业 把它整并起来 把你吃掉 对 你用一个字非常精准 你叫吃掉 怎么吃呢 你看我们在中国 有三大电信公司 一个叫中国联通 一个叫中国移动 一个叫中国电信 那他们三家公司 最近分别给出了目标 你中国联通 你跟腾讯 达成个合作协议 你中国移动 你跟京东 达成一个协议 那个中国电信 跟阿里巴巴达成个协议 也就是说 双方互相来合作 对 那你想也知道 那不就把腾讯 京东阿里巴巴给吃了吗 而且三大电信公司 把你吃掉之后 那结合这个所有东西 我有这个电信的网络 我还有这个平台可以弄 所以这三大公司 一旦都被我吃掉 哇我真的完全掌控一切 所以我才说嘛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习近平又想一个方法 就是我塞狼金正恩 然后让亚洲情势更加混乱 好 听会 一开始看到了金小胖 四射飞弹 想你又来了 你又在闹事 你又想说让大家注意到你了 你又在创造你的谈判筹码了 可是怪的是 过去四射飞弹 一枚 两枚 三枚 最多三枚就没有了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刚刚讲 我从九月 从九月开始 我就开始四射飞弹 九月二十五号四射飞弹 二十八 二十九 十月四号 十月六号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十月十二号 他的二十大要召开之前我就停了 停了以后 这两天十一月二号 十一月三号 十一月四号 他们讲两天的时间 就把你一年的出口盒全部打掉 所以 那个不是议席用事 那也不是在闹事 那是摆明的 我就知道 造成整个区域的不稳定 造成区域不稳定 这个时候国际占面占交才发现不对了 你不是自己在搞 你是习近平在闹事了 对 这个金正恩到底有那么大的底气 那为什么要射那么多飞弹 这飞弹都是要钱 刚刚有提到 他那个射的飞弹的这个价格 这个金钱等于是他一年 这个从中国大陆进口这个粮食的总数额 你不拿这个钱来救百姓 你拿这个钱来射飞弹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定有底气 什么叫底气呢 射完之后有人自动会付费 那有人会付费 那代表什么 后面有人在支持 为什么讲 因为一开始九月底 在试射飞弹的时候 比较没有人在注意到金小胖的动作 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反正你要跟美国叫价 又在闹事了 对 那所以你要逼美国上谈判桌 那时候美国也不太想理他 但是没想到越射越疯狂 一直到了这个 当然二十大他暂停了 给中国面子 等到十一月初的时候 又开始这样的这个爆发性的试射 所以这个事情代表说什么意思呢 他一定背后有他的阴谋存在 什么阴谋存在 如果你再配合什么 前几天新闻就是说 北韩他提供相关的这个飞弹给俄罗斯 然后透过这个北飞然后转过去 如果这种新闻是真的 假设如果他是真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中国在背后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嘛 所以不是美国给的 如果你再回推一个时间来讲的话 10月23号当常委确定的时候 24号不是美国公布火箭军的相关的位置吗 然后接下来一连串的 包含国家安全会议的报告 然后包含这个国防部的报告 然后拜登出来讲话 奥斯汀出来讲话 舒立文出来讲话 布林肯出来讲话 这全部都在搞什么 都搞习近平嘛 接下来换习近平要搞美国啦 你看富士康的事情 富士康本来就是 本来是压时间没有错 但是现在压 真的在搞富士康啊 不是 在搞苹果 要搞苹果 你看苹果这几天的价格 一直不断的下跌 股市一直下跌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华尔街受到损害了嘛 华尔街受到损害之后 一定会压迫他的政府 拜登你好好的去跟习近平谈一谈 不要这样子搞 所以习近平开始闹事了 对 开始闹事了 所以他用了朝鲜半岛这个局势 来做什么事情 来跟美国叫价 为什么 因为11月15号16号 在印尼喔 拜登跟习近平准备要见面了 在见面之前呢 习近平要不要全 满手都是筹码 你今天 为什么会这么讲啊 苏立文 就是美国白宫的国安会顾问 他曾经在这个 所谓在野的时候 就是川普当在他事业的时候 苏立文写过几篇文章 他说如果要处理北韩问题的话 我们要靠中国 他如果思维是这种思维的话 那今天北韩闹事 那谁能够叫北韩不要闹事 中国 就是中国嘛 我就有牌了 中国不是手上就一张牌了吗 然后再加上苹果这张牌 经济牌也有了 然后朝鲜半岛安全牌也有了 那今天美国要搞台湾 我告诉你 我搞这个地方 然后让你更加不安 而且你的韩国跟什么 日本一定会跟美国讲说 赶快拜登 你赶快去处理一下这些 跟习近平好好讲一讲 至目前为止 能够押住西角胖的 可能就只有习近平而已 好所以董事长 刚刚才到一个新闻就是 现在美国指控 北韩把这个炮弹 送到了俄罗斯的战场上面 他警告你不可以再这样干 特别警告中国不要越界 可你说你整个生产能量上面 现在全世界唯一可以援助俄罗斯的 只有中国 所以中国干冒天下是大不会 已经把手伸进来了 他这个透过北韩处理 他本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北韩小弟去背黑锅 我是透过北韩去洗产地 再交到俄罗斯去 我认为北韩是已经被抓出来的一个对象 那北韩今天为什么突然间发神经病 这谈话有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 老修成路 你还没制裁我先干你 对 看你怎么搞 他我跟你拼了嘛 你刚刚讲了嘛 炮弹一响黄金万两 他后面钱谁出的 谁给他的东西 一百八十几架飞机 你是发疯了 全世界也没有一百八十几架军机 他准备一夜之间要把汉城整个毁掉 对 这种开始嘛 而且你上去 飞机的油料是很贵的呀 一百八十架飞机 你要打什么仗嘛 你要打什么样的战 你什么样的形态战争嘛 这是毁灭性的战争 你是全面作战是不是 我们台湾到我们这个西南空域 飞个三十架 对 二十架 那就不得了了 老美就吓坏了 我们台湾人无所谓 夸夸冠西冠西 他一百八十架 你现在回想看看 全世界这一两年来 有没有那么多的飞机 从事在天上 没有 就他一个国家 他干的目的何在嘛 他干的目的很简单嘛 他是先发制人 后发制人 他知道你一定会跟我反你 对 老子先搞你嘛 你在跟我制裁我北韩 对不对 那我就真的跟你干了 对 那你认为老美不会怕 老美会怕 老美当然会怕 他 都得笑耶嘛 就是 就是真的典型的狭路相逢 永远是 最勇敢的就是姬小胖 我就跟你干了 对 他这个多屌 这就跟黑道一样嘛 我小弟刚出来混 对 跟了李刘大哥混 你们看哪个不顺眼 眼睛瞄两下 我砰砰给他两枪 你还没有叫我干 我先帮你干 对 干完之后大家一起脱下水 大家这样干 他现在这样一干 我跟你讲 老共解放 中国支持他 对 俄罗斯挺他挺到底的 哎 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 黑帮里面有个最有名的 就是小 就是老妖嘛 对 老妖是干什么的 冲第一线的嘛 他就是干这个老妖 杀手角色 他就是干这个角色 你解释给我听他在干什么 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的目的是何在 他真的要跟南韩打吗 当然不是嘛 他在恐吓嘛 恐吓的目的是什么 恐吓是不是取财嘛 取财 恐吓 恐吓取财 谁给他财 中国给他财 在金主嘛 有潘纳嘛 后面有潘纳嘛 有凯茲要给钱的嘛 他在帮凯茲在演的嘛 这个香港港剧 武航 红金宝的武航 中华红棍 对啊 他真的搞这个 搞这个有人买单嘛 那买单他扛嘛 他当然不怕啊 我吃他我也不怕啊 对 你就把泡汤轮到我家了 哎 你知道吗 我们万华有一个珍珠袋 就是这么起家的 对啊 不怕死嘛 他不怕死嘛 那就有人会买单嘛 只要你带种 你敢干 你干到大家 对方这个 对方的这个 好人怕你 对 那我这边就买单 很简单嘛 对 这根本可以到一模一样的行为 我告诉你 他这样搞的结果 就是俄罗斯买单 中国买单 对 炮弹就运给他 是 他再狠一点 我告诉你好不好 他再狠一点 他就跟老公讲好 对 我这些分工厂 全部给你 你把机器放进来 是吗 他就在那边 直接在北韩生产了 北韩生产 还提高就业率 他怎么不能干 反正这个战争 你认为打多久 不知道 他慢慢跟你考 到北韩拍个屁 他怎么 这个很容易 所以国际政治根本不是我想象的 什么大家理性没有 没有 所以我就懂了 在雷根的传记里面有一句话 他的幕僚跟他讲 你不要每天这样的发神经病 你不要每天这样的状况 对你的形象不好 然后雷根就要讲 我不发神经病 苏林会怕我吗 我问你 南韩现在昏倒了 南韩现在怎么搞他 美国在选举 南韩刚刚发生尼泰院事件 然后日本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北方四方 然后四方联盟还没有组成 你说怎么办 我告诉你很简单 这个耍狠的结果 他的炮弹 他的军援 就源源不断的从北韩 这个白手套 就直接就给俄罗斯 俄罗斯的北 俄罗斯冬季公事 他什么发动啊 东晋公事真的靠伊朗那几个无人机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嘛 当然中共解放军直接给他东西打 那才打得下来 对 所以这个仗打的关键 为什么他一进最后 柯比就带一句话 不要越界 中国不要越界 那表示什么 你会越界 已经越界了 已经越界了 已经越界 你会越界 他根本 他二十大过他怕谁 没怕了 当然不怕嘛 反正你要搞我我会搞你嘛 对不对 大家 就耍狠的 当然耍狠 那习近平不敢耍狠 他要不要打人 是金小胖去打人 对 因为那个神经病 那个腹地已经打了 对不对 所以他很轻松 他是扮演金主 他是提供一些物资 他炮火给你 枪炮给你 而且还可以做 所以他就真的 当那个黑社会老大的 那个角色 我提供军火 他确定他是老大 这个不用怀疑 习近平从二十大之后 他就是世界老大 现在国际媒体 都在做一个女孩子 一个九岁的女孩子 金正恩的女儿 金珠爱 刚才讲到 他出现的场合 你金正恩带女儿出来 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 可是你带出来的场合 第一个 你都是跟军方高级将领在一起 你都参加什么 参加阅兵典礼 更夸张的是 非戴四射 你也带着他 你带他出来的场合 都是有血腥味 都是跟军方 都是要打仗的 你怎么会带 你那个九岁女儿出来 那你说 你每个女儿都这样 就算了 没有喔 他也有别的小孩喔 别的小孩都没有带喔 只带他 目前全世界都在注意 这个小女孩叫金珠爱 金珠爱 他是谁呢 他当然是金正恩 跟李学祖两个的女儿 这个当然一看 就觉得非常非常像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 引人注意呢 目前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从去年底到现在为止 很多金正恩出席的 重要的场合 全部都带着这个金珠爱 那包括说什么 而且金珠爱只有西卫 他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降临 他们在这个四射飞弹成功之后 庆功宴里面来说 你看他就坐在西卫 后面全部都是 目前北朝鲜 或是北韩的 这个一级的这个降临 你看他在那边坐着 然后在那边这样子 他演然是什么 演然是不是 你要找他接班 你跟他撈短 对 因为他站在西卫 他就觉得这个很很诡异的这个状况 好像是 而且我觉得最惊讶的是干啥 你除了跟高阶教领吃饭 那也是吃饭厂 吃饭厂是清中厂 你带个九岁小女孩 有这小女孩我就是宠他 这个就不是宠了 干啥两边阅兵 两边阅兵 真奇招展 杀气腾腾 对 在这样的真奇招 惊奇招展 杀气沉沉沉中下 他居然他牵着女儿走 寶杰过去只有接班的有这样的身份 有这样的待遇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二月八号是什么 二月八号是北韩人民军建军节 七十五周年 所以他其实是个晚上阅兵仪式 阅兵大典里面来说 你居然在整个 你要教育军队的时候 你这个金正恩在这个地方 有牵着这个金珠 两个就这样走 所以他就 这感觉就不太一样 感觉就不太对 所以那因为这件事情 就引起了国际媒体 开始在那边怕 开始在那边说了 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说 金正恩之女公开露面 引起接班人的这个猜测 可是他才九岁 对啊 你看你看CNN都这样报导 他报导非常多照片 就说他好像似乎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士 而且大家都注意到说 你都在军方庆典的场合 把他给带出来 而且那这是不是就是你要巩固军权 你要让他跟军方熟视嘛 那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从去年开始你看 这是金正恩在巡视他们军队的时候 去年11月18号 这是飞弹部队喔 他就带着这个金珠爱就出来了 那去年11月18号 刚才这个就是他们发射的飞弹车 不是那飞弹车跑面 带我女儿出来 我去巡视飞弹基地的时候 你看就是这个照片 结果巡视飞弹基地的时候 他们北韩的基地发射的时候 他们还留下这个照片 我们妇女两个这样牵手 然后后面就是飞弹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11月18号的 紧接着11月27号 金正恩出去去巡视军队的时候 你看这是金正恩 金珠爱又在旁边 而且他穿着这个衣服 事实上就是他们北朝鲜 很多他们高官都会穿 这是不是很像金宇正之前 那好像黑貂皮耶 对很像金宇正之前 穿着衣服的样子 所以你就觉得 让他打扮起来也很成熟的样子 不像是一个九岁 小女孩的这个样子 那你看2月7号 我们建军节的前一天的 这个庆祝大会里面 你看金珠爱就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2月8号的 这是在阅兵台上面 立兵台上面 他这个金正恩在这边 然后金珠爱就在这边 也难就是他们两个 一起阅兵的感觉 所以整个气氛看起来的话 似乎是真的 是不是忽之欲出 他可能就是未来的接班人 所以这张照片也太有气势了吧 你看那个表情 怎么像一个九岁小女孩 你看他在看什么呢 你看他看北朝鲜的这个武器 这个一系列 这个飞弹车这样过去 然后金星17等等 很多中型的导弹 就通过他们阅兵台 你看整个阅兵大典 在这个这么轰轰烈烈的 这个场面 他在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你看整个对面 都是很大的北韩的 北朝鲜的民众 然后这个阅兵的这个 这个飞弹车一辆过去 一辆一辆过去 就他又站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我妈放大 变成他站在这个地方 对 看着这么多 你也不会 你看起来也没有很紧张 你看起来好像也是很西凶 平常 有那种大将之风 那你跟金正恩跟金主乃 两个人 就站在那个地方 这个站在细位中的细位 那你说他不是接班人 不知道他是什么 而且金正恩 金正恩是有特别打扮的 他戴这个帽子 他穿这个衣服 是完全去模仿 他的祖父金日成的样子 我等于说模仿我金日成 模仿我的祖父 强调我的权威 对 结果把我的女儿带在旁边 因为建军姐是非常有意义的 建军姐来说 就金日成这个打 打这个作为日本军的时候成立了 好了 成立之后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们在 他模仿金日成跟金正恩的样子 这样 金正日的样子 然后他又变成 然后他穿的也是 传统北韩高官女生的衣服 对 所以这种传承意味 尤其在建军姐的阅兵大典 我找了我的女儿出来 然后从去年到现在 一系列的铺盘 然后是不是要尝试着 让军方也熟悉他的女儿 所以 这个就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这个难道是 你真的要让金珠去接班吗 难道是要让他接班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金正恩在全世界 我就是导弹 我导弹的方式是什么 我就是射飞弹 而且我最近不断的射飞弹 我在制造麻烦 照理讲是 如果我要射飞弹 我是不是要保护的女儿 照理讲 那是我做的 跟我女儿没有干 你每天这样的射飞弹 别人 他不是讲吗 他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见面的时候就说 我知道你在暗杀我 对 等于说他知道他被暗杀 我要被暗杀 我还把我女儿带出来 他跟蓬佩奥见面的时候 就这样子 所以 其实会变成全世界的目光焦点 人家知道 如果他是你的接班 那我是不是想要暗杀他 所以这个整个举动 非常的 让人家觉得奇怪 当然有人预测说 他在指定接班 难道是金正恩 自己本身身体有什么问题 还是怎么样 不过他就让人家猜不透 猜不透 不过你可以看到事实上 最近的金正恩不断的导弹 那你看跟习近平 跟普丁 似乎是有点隐隐的 他们互相的这样 互相串联的这个感觉 跟西方世界互相的校正 所以你看 这几天的时候拜登不是已经 叫板了俄罗斯 然后尤其他抢习近平 那这几天 哲伦斯基不是又去 跟苏纳克见面 然后跟苏纳克说 我们会准备提供给你这个 可能提供给你这个 这个所谓飞机 所以事实上 现在全世界就因为这样 分裂成两个阵营 那但是 我觉得其实里面 最诡异的动作 还是金正恩 到底他要 金珠爱要做什么事情 喂 我们刚刚讲到了气球 可是现在 全世界最可怕的气球 是北韩的气球 北韩之前不是讲 还怕空飘气球 空飘气球 又弄了一堆糞便 让南韩非常的生气 我想这个也太low吧 这个有无聊 这个很无聊 后来我现在发现 你刚刚点醒我了 这是北韩最高明的策略 因为 他现在本来是糞便 糞便完了以后 他现在弄回仇 弄寄生仇 弄一些肮脏的东西 你说现在对南韩很麻烦 南韩今天 虽然他的这个大同理 已经上了罗斯福号 已经跟美国最强的部队 结合在一起 可是碰到这个空飘气球 空飘气球里面的大变 里面的回仇 里面的寄生仇 我打也不是 我不打也不是 保险哥你要看这个 就是南韩跟北朝鲜 南百人之间 这个空飘气球大战 其实严格过去五十几年了 但是简单讲 你可以解读说 北朝鲜都没招嘛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只能丢气球 你这东西很多 你可以这样看 而且你装糞便 你可以这样看 还糞便 那是你冲啥 你可以这样解读 但是保险哥 我们把它拉高到战略角度 今天空飘气球 南韩的脱背者 空飘一些这些 南韩的这些影视 什么过去 金语症很神奇 那他现在也空飘过来了 什么东西 大便 糞便 会晤 那你要怎么办 因为他其实前两波 一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南韩是立刻 因为你过了三十八度线 打掉 打掉嘛 那打掉以后怎么办 空飘中 排泄物掉下来 分辨从天而要 你就看到很多的 南韩的那些清洁队员 跟民众在抗议嘛 所以两波以后 我现在负责跟大家讲 他不能打了 后来就不打 因为民众会抗议 好那你讲说 好咯 北韩在干嘛 来保险哥 我现在把他拉高到战略位置 所以现在是不是看起来 对于 北韩飘到南韩的空飘气球 基本上急落他这件事情 南韩是不是开始出现顧虑了 对不对 出现顾虑嘛 我不敢打了 我打了以后可能到处都是会晤 那民众会抗议 那南韩毕竟大家说 民意还是很重要嘛 那大家就会 我等你球掉下来 我还可以处理 对 如果我在空中一爆炸 到处四上而飞 我怎么处理 好那所以打了以后呢 可能会到处会晤 粪便飘满天 空气也臭 卫生问题 所以民众有顾忌的状态 南韩现在对于急落有顾忌 但是保洁哥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当你对空飘气球 过了三十八路线 急落他居然有顾忌的时候 那他只会越飞越远 他会越飞越靠近首尔 而且越飞越多 好那越飞越多 越飞越远的时候 你说粪便就粪便嘛 张词了 真没水准 但是我下一次 现在已经变成虫了 对不对 寄生虫 他说他丢了很多回虫 那如果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战略专家 但是你从国际情勢来看的话 那如果不是分辨也不是虫 是生化武器你怎么办 如果是生化武器或其他的东西呢 所以当他已经 穿破的打不败 打不败 打这么败的 他今天就给你用很简单的 一个空飘气球过来 然后你已经 对于急落他有这个 顾忌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就麻烦了 因为你接下来根本无法确定 当他那个空飘气球过来的时候 他里面内容是什么 都你无法确定 无法确定的时候 对于南韩来讲 这是个非常麻烦的东西 搞了半天 我在气球里面装大便 我在气球里面装回虫 是一个高明的战略 让南韩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个呢 是压力测试中的测试 因为一来 你看到他过来 你不敢接受他 二来 粪便会臭 会有卫生问题 猫猫虫 之后如果是生化武器 或者是爆猎物的话 你就会很麻烦 而且到时候如果真的情势紧张 因为现在北韩一直对于说 南韩他们不爽嘛 连那个两韩要统一的 那个背套把它拆掉 对不对 那金宇正动作又是大的 他直接把那个经贸特区的 那个整个示范机 给他炸掉了 那现在来的是气球 你如果以为气球只是会物 很脏很没损损 你就完全搞错 他在战略意义上面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 因为他会使得南韩 无法进退 我今天是应该要击弱他 可是我却对击弱 有这个顾忌的时候 这个对南韩来讲 整个的防御上面 他的那个反应时间会被压缩 这个太妙了 北韩之前四射飞弹 他还说现在要搞一个 极硬树飞弹 结果本来还有人 更不在乎也不理他 反而这个气球里面 装粪便 气球里面装回仇 把大家吓死了 所以当气球里面装 会物的时候 对于民众来讲 只是觉得很脏 很不舒服 很讨厌而已 可是在战略上来讲的话 他将会使得南韩 在反应这个空漂物 进到他的这个领空之后 他的反应时间会降低 那任何一个国家 无法承受 当你的领空已经进到 一个不明飞行物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 是什么的时候 你却无法处置他 或是对于处置他 有犹豫的时候 这个就会很麻烦 其实对南韩的整个 包含了他的军情单位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压力测试 因为你应该击弱他 但是你有顾忌 你甚至犹豫不击弱他 让他一直慢慢 他慢慢的这个降落 下来以后 不要在空中爆裂 这个事情对南韩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国安问题 好 谢谢请问 我刚刚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低价的动作 根本就在闹脾气 你在玩小孩咔咔嚼 就搞了半天 你这个东西比你的 超音速比较厉害 比你的之前的飞弹 还要厉害 就你是搞到一个 我打也不是 我不打也不是 这就是北韩的急速弹 你知道吗 你刚刚不是看到 在克里米亚那个地方 有这个美国 乌克兰的ATCMS 结果被俄罗斯打了 结果是急速弹 结果又可以造成 沙滩上的损害 现在来讲的话 北韩这个东西 他知道说自己飞弹 没办法跟这个对抗 不过的确也 对民生造成一些影响 你知道在26号 这个进行这个 空中的这种气球战的时候 结果影响到 人川机场的飞机 你知道吗 影响到人川机场 对 有三个小时 当中来讲 暂停飞机起飞 那你知道 在凌晨1点到4点当中 这三个小时 完全飞机都受到影响 那为什么 因为你飞机 不小心如果卷入 这个气球怎么办 那不是说臭的问题 是可能非常安全的问题 整个掉下来了 你知道说 那你这个空军又怎么办 要怎么处理 所以其实 北韩来这一招 来讲的话也不小心 没有想到最烂的一招 是最有用的一招 当然了 我们上次不是说 最糟也太烂了吧 我们上次不是在讲 澎湖海域那个潜水艇 不是用最大的一招 就是渔网 去捞那个潜水艇 抓到大雨的一招 所以你知道 这传统战争来讲的话 用这种所谓的 最低价的 最便宜的 然后呢 里面来讲的话 也让你撥不着头绪 而且今天也有可能 刚刚伟翰讲的没有错 有可能就给你随时的来一招 里面就装个什么生化武器 来装个什么什么炸弹之类的 那你又不敢打他 然后这时候又爆波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说不定就已经有定位到 你美军的 或者是南韩的军队的一些相关设施 不是 我们常常讲 你最怕什么 你碰到不要脸跟碰到不要命的 那北韩是不要脸又加不要命 是啊 而今天已经 这个化验粪便当中 有这个回虫啊 还有所谓的线虫啊 鞭虫啊 有回虫 有鞭虫 有线虫 而且都放在粪便里面 是啊 都是寄生蟲 那就典型生化武器的这个东西嘛 所以对北韩来讲 这种真的是不要脸的 不要命的来讲的话 你最难处理它了 不是 这个是高明的战略 对啊 那就要看美军怎么处理啊 我看美国可能要思考说 这个无人载具 无人机 要怎么应对这些气球们 说不定把这个气球收缆之后 再整个包装回去去化验 但是呢 如果真的按照传统的做法 把它挤落 把它打下来讲的话 影响到南韩的民众的生活 又更加更多了 好所以是从 我们看到了西太平洋 非常的不平静啊 北韩又是说飞弹了 但是美中可能会是在南海 开了第一站吗 没错 今天说到说 目前呢 美国的敌人呢 一个一个来测试拜登 那现在果然呢 在整个西太平洋的 北边跟南边呢 各有两个人 在测试拜登的这个底线啊 第一个在这个 北太平洋这个地方来说话 金正恩呢 又第六次试射了飞弹 今天早上的时候 试射了两枚飞弹 飞到这个日本海这个附近 他是短程的这个弹道飞弹 那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六次 一月才开张没多久时间 他就射了六次 显然在测试说 拜登你能忍我忍到什么时候 北韩这是更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北韩现在所面临的 他已经这一次试射飞弹 总共好像应该是第六颗了吧 第六次了 第六次了 那北韩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 跟南韩的问题相比 南韩三月九号的选举 那选举出来的结果 到底是亲美政权获胜 或是亲 或是亲中政权获胜 那北韩要走出一条自己独立的路 所以他这个试射飞弹的对象 主要是谁呢 其实是对美国 对美国示威 他在逼着美国直接跟他谈判 对北韩目前所做的问题 然后北韩目前的经济情况 跟各种情况并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情况是很困难的 但困难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不断的在美国 现在最麻烦的时候 你看欧洲也是有乌克兰的问题 现在在这个中国这边 发生演习又做出事情 所以他整个情况下 北韩就是趁你病要你命 在这个时候 缴获你一下 但是美国会不会给他反应呢 会不会像川普时代的 进入私下的谈判 我们不知道 好 所以回忍 美国真的会给予北韩一些回应吗 这恐怕是金正恩要的 大家都觉得说 今年他第六度发射导弹了 他是在刷存在干 但是有这么单纯吗 而且真的非常夸张 一个月之内 竟然六度发射 而且发射导弹还都不一样 那人家心里想说 你有事打通电话就好了吗 你干嘛一定要用发射飞弹来吸引人家的注意 电话打不通吧 显见是人家现在好像没有理他 还是不甘寂寞 不管怎么样 其实北韩总总举措 试射飞弹 看了日本很害怕之外 另外一个南韩 其实也有 人家说影响南韩 今年三月九号 总统大选的一个考量 那到底是亲中或者是亲美 哪一派会总统候选人 会胜出 其实全世界都在观看 但是让人家觉得啼笑皆非是 这一次的南韩的两个 不管是执政党或这一党候选人 对于看在整个韩国人眼中 好像没有一个正常人 怎么两个人比乌龙 比一些负面讯息比多的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包括现在有一些 像是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 其实目前为止 比较占先锋的 应该是在野党的 目前的这一个 所谓政治素人 对然后这个 隐习越 那这个隐习越 目前的那个赢 他们执政党共同 共同民主党的这一个 候选人大概有十个百分点以上 但是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隐习越 他其实从头到尾指出两张牌 拿两张牌 第一张牌 就是骂文在寅 说你文在寅不好 说你文在寅独断专制 第二张牌 其实就是反中 那他只用这两张牌 其实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没有错 整个韩国人 因为年轻人非常讨厌中国 在这种情况之下 虽然他的 也没有其他政策 他们就会把他的支持度 不断的炒高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知道吗 执政场所推出来的 现在的这一个的候选人 李在铭 耍出大绝招 什么大绝招 下跪 下跪 他竟然带了 大概二十多个党内的议员 你看 集体下跪 为什么要下跪 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对于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整个施政 不利不符合你的预期 然后给你们下跪 这是我先认错就好了吗 对 没有人家就心想说 这就是你知道吗 跟台湾一样嘛 只要选举要输了 就开始跪嘛 看是你们母跪 你们姨跪 还是你们阿公出来跪 那他们是比较厉害 不是令道朗出来跪 是整个执政党的几十个议员 带出来跪 那人家那个韩国的那个韩国人也心想说 这两个人当中人家说 选一个战场人都选不出来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提到那个所谓的知名度比较高 应该是说支持度比较高的这个在野党的这一个 隐习院 对隐习院 你知道他非常好笑一件事情是 你看他第一次辩论会的时候 他手上举出来 竟然有一个王字 那人家心想说天啊 这个王字是什么意思 你要当王的意思吗 后来呢就有人传闻 就想到说其实呢 他一直非常相信一个叫见证法师 而这个见证法师呢 还竟然参出席的这个选举对策委员会 每天干预这个隐习院的一个行程 跟他的人事安排 后来整个消息曝光之后 他说没有啦 没有啦 我其实跟没有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 那除了他之外呢 他的那个岳母也是被人家发现说 原来有未造文书的问题 过往 再来连他的妻子金剑熙 也有假造学历的问题 然后呢 他太太还被他认为说是野心勃勃 然后有夫人干政之嫌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把这个隐习院当成是布偶在玩耍一样 那你想说天哪 怎么会一个这样 而且我跟你讲 非常特别一件事情是 目前为止 不管是在野党或执政党 推出的这两个总统的候选人 没有一个人有中央经验 这个人甚至没有 他只是当一个检察官 然后他的 他就是这个就是反正 反那个之前的文在寅的状况 所以他就变成民调 莫名其妙高涨 另外一个 我们要谈到执政党这个李在明 他已经被视为是 共同民主党的一个接班人 结果你知道吗 他竟然推出来的政策是什么 第一个 他说我们全南韩里面有一千万人 是有受到落法跟突法的问题 所以我的政策就是 我政府出钱帮你把头发 茂密的头发找回来 而且这政策实在是 真的是独步全球 还上了CNN的一个媒体 所以就想说这个国家 你真的蛮奇怪 再来就是呢 他也是为了讨好年轻人 跑去当所谓面包师傅 当一日面包师傅 然后呢就是说他也为了要讨好年轻人 去大跳街舞啊弄这一些的 但事实上人家又觉得说 除了这一些他的政策 感觉上没有什么实质效益之外 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人家对他的印象都觉得他品性差 那为什么会觉得他品性差呢 因为他在过往被人家发现说 他曾经辱骂他的大嫂 而且呢把他的亲哥哥送到了金玄病院 还曾经跟女演员金服传出绯闻 然后前一阵子又再度在 有那种录音党师说 他在电话里面露骂他已故的哥哥 还有他大嫂的录音通话 所以心理想说怎么 南韩人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要选一个正常人的机会 都没有 所以提回我们看到南韩 现在正在发生一场非常荒谬的选举 那美国呢 美国现在拜登的敌人在排排站了 所以呢金正恩现在呢 他的试射导弹简直是上瘾了 但是呢他也在称称说 他的导弹是越射越厉害 甚至到了超高音速 十倍超高音速有可能吗 我这几天跟 几个南韩的朋友吃饭 然后呢我就问他说 你们现在两个总统候选人 状况到底怎么样 为什么我看到民调 有时候这个在野党的这个 隐习越会超前 然后呢有时候是这个执政党的李在民会超前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他说其实喔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南韩总统 民选总统以来 这个是最stupid的 最笨蛋的这两个总统 对他们说这两个根本就是草包 因为他说根本就没有中央执政经验 一个当过检察官而已 完全没有这个行政执政经验 一个是什么 就只有地方的这个执政经验而已 而且是非常短暂的 所以他说这两个其实他们不晓得说该怎么选 他只能选什么 比较好一点点的 就说两个差的当中选的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民调有时候起起伏伏 有时候一个超越 一个就是所谓的下降 然后但是过了一个两个月的时候 什么议题出来之后 马上这个民调又翻盘 所以他们南韩人真的非常辛苦 不管是亲中亲媒 然后他一直拿捏不定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接下来南海可能会衰败下去 刚好就是我们台积电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金正恩趁着这个机会 当然是想跟美国对话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最近其实中国跟北韩的关系 好像似乎都有点软火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北韩在联合国制裁之下 然后再加上这个疫情发生 当然他隐晦他的疫情状态 他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 之前还传出说他的北韩的民心 还在路上跟人家乞讨 所以现在呢 有那个专列就是从中国大陆 这个送很多粮食 进入到北韩这个地方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北韩是要求中国大陆 提供他相关协助 那现在呢 他发射这六次的这个弹道飞弹 有人说 这根本就背后中国在操弄 因为为什么呢 想要到处都点火之后 让美国总统拜登 这事故不小 因为一会儿要处理乌克兰事情 一会儿要处理北韩事情 又要处理伊朗事情 所以又要面对围堵中国 所以他等于到处都在点火嘛 所以我们看到说 现在南韩正在乱 然后北韩呢 甚至想要跟美国来谈判 然后呢 其实呢 我们刚好 刚好台湾是有一些机会 在这里面的 现在韩国对北韩的态度 已经非常的强硬 已经放弃以前的追进政策 所以当北韩发射八枚飞弹的时候 南韩马上还演射 也发射八枚 而中间有一枚是美军发射 代表现在美韩是处于这个联军的状态 而现在不只是说 我现在呢 八枚飞弹回应 甚至在今天 南韩西部的上空 竟然有美军 韩国的部队 他们的军队 他们的飞机 同时列队飞行 而这个列队飞行 有F35 有F15 有F16 等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机 都在韩国的上空 示威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而且不是只有韩国 连日本跟美国 也有一个飞机在空中列队飞行的状况 所以司徒 这个 我不是只有八枚飞弹回应 今天在空中 我就直接对着金正恩 还有 我有踹门 跟我有强大火力的F16 跟F15 作为后盾 而且 现在的隐形乐真的是 如同他说的 你北韩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他不是射了八枚飞弹吗 这个金正恩 他们回进八枚 不止回进八枚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跟韩国有二次架军机 里面包括F35A 等等二次架军机 在韩国西南部的这个上空 在那边进行一个联合飞行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很壮盛 对没错 还有包括说像F15 还有F16 美国 这个韩国出中16艘 美国出中四架 这样二十四架的飞机 在空中飞行 他告诉你什么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就转个向 我就可以到北韩去打击你 那还不只是这样 而且很恐怖 F35A 我们之前讲的 当当时两边紧张关系的时候 F35A F35A 是有进去到北韩的领空 没错 来去至如北韩 完全不知道 往前踹进去你的大门之后 轰炸精准轰炸之后 甚至做一个作战平台 指挥这边所有的飞机 一起联合作战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 挑衅意味的动作 你看 他这个飞行的编队 前后左右上下 也太挑衅了吧 那这个金人看来 会不会刺在等 F35都出来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有四架 四台F15 还有美国的两台F16 他也进行一个联合飞行 所以看起来的话 你看这个重兵 当然是表面上来说 是要回应北韩的动作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北韩后面就是中国 所以这个也是 剑指中国的意味 非常非常强烈 所以看起来的话 真的尹錫悦 还有包括说像 今天日本也通过 所谓的古泰方案 他们的GDP 他们的所谓的军费要翻倍 所以看起来的话 尹錫悦 还有包括岸田文雄 他们两个人 现在未来可能搞不好 会变成是在亚太抗中的最前线 所以你知道 以前韩国一直要在美国 跟中国之间游异 他一直不想表态 他一直想要经济靠中国 我的安全靠美国 现在已经没有这回事了 他现在就完全倒向了美国 那你这样讲 是你的猜测吧 没有 今天尹錫悦 在一个险中院的演说里面 他居然怎么讲 他居然说韩战 为什么有韩战 是共产势力的侵略 没错 6月6号 刚好是韩国的险中日 险中日是这样 险中日他们是要举行 就是过去的 英烈的这个纪念 就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那过去 之前文赞颖主持的时候 因为险中日 其实大家都知道 韩国这个 这几年死伤人数最多 就是韩战 那就韩战 因为他选在6月的时候 是因为有韩战 韩战也是当年的6月爆发 所以其实过去都 包括历任总统都讲到韩战 但是文赞颖 始终没有讲到韩战这些事情 就被他自己的 这个影视界上台之后 他就直接讲得非常清楚 在国立首尔险中院中 安眠着为大韩民国 独立而战争的 裂国 殉国先列 在共产势力的侵略下 保护自由大韩民国的护国英领 以及为保护国民 而现身的勇士 他讲的是共产势力 共产势力来说 他直接就挑明了 就是你中国嘛 你北韩 现在是共产势力 这下就是中国了 那也就是你们的侵略嘛 北韩侵略 还有中国的联合的 联合的状况 所以显然他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导致什么 导致目前的中国 对你这个讲话 也会非常非常感冒 所以你知道说 其实他一有所指的 讲了这几个字 同时也可以把中国包含进去 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远中 他根本就是反中了 所以你知道他的态度 其实透过这一次 在显中院讲的 他还直接点名了朝鲜嘛 所以在朝鲜共产势力 这些关键資源都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 那这个20台飞机会在那边弄 他们讲得非常清楚 他展现什么 美韩联合的这个防控的能力 还有任何挑衅都能够迅速 而且精准打击标靶的强大能力 所以告诉你说 你看他不只是在文攻 他也武嚇你 告诉你说 我的南韩现在不是那么好惹的 好那刚刚讲 现在南韩这几年来 他的建训不是讲吗 你打八枚 我也打八枚 你打的八枚 你的精准度其实没有很厉害 但是韩国打着八枚 是扎扎实实的 我是地对地 我是精准打击 我的误差范围 只有在几公尺之内 也就是只要你敢发射飞弹 你没有知道 你的飞弹基地 会完全被我摧毁 还不止如此 我的浅舰 我的鱼雷 现在南韩都有大幅的进步 而且我跟他讲 南韩为什么会倒向美国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愿意把他的武器 传给你 未来你在军火上面的话 美国会给你开很多绿灯 所以对南韩来讲的话 他的整个捆龍所 一样日本过去被 这个美国捆住 南韩也是一样被美国捆住 所以美国只要愿意 贯注你这些资源的时候 南韩可以一样变成是军武大国 因为他有非常好的条件 譬如说你看 我们今天 就在今天台湾的消息 不是有韩国的这个造船业者 来参加我们的潜舰国造 就有人泄露机密 韩国就来告发 你又来逮捕那些人 原来我们潜舰国造里面 很多关键的这个领主舰 是来自韩国的大雨造船 所以韩国会做潜舰 对韩国你看 这是韩国的 韩国现在有新建的 这叫张宝高级的 这个三级的这个潜舰 他这个目前为止 来说他的盾位数 是三千吨以上 三千吨以上 能够自制的 自制的国家只有八个 而且他不只是说 他可以自制所谓的缸体的结构 包括他的作战还有声纳系统 全部都是由国韩南韩做了 他的已经自制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左右 八十自制率 而且他们这几年一直在发展 这个潜舰的相关的技术 他们包括说还有关岛 还有夏威夷 去跟美国互相的交流的这个状况 而且他们现在还要怎样 他们现在还要自制一个 他们的飞弹有十具以上 下一批会有十具以上的垂直发射 从地面上直接发射飞弹出来 未来我不只是只有在空中武力对付你 在路面MGM武力对付你 他们有潜射飞弹 我还可以在潜射飞弹里面对付你 他们还准备把 全武2B型的弹道飞机 弹道飞弹改造成做浅线发射 所以未来金正恩人 你要担心的不是只有飞机 不是只有地面上的MGM 还有海面下的浅舰发射的武器 所以他们还自己做什么 这个虎杀的重型鱼壘的这个测试 他们都知道说其实 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韩国在潜舰的技术上面 的确非常好 而且他们未来准备 我们目前是三千吨级 对不对 他未来把升级到四千吨以上 四千吨以上 目前已经是非常大 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潜舰 你就知道 韩国的这个潜舰的能力 其实是 在亚洲算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他们之前不是讲 我到关島 我到夏威夷 其实就是向美国海军 讨教水下作战的境界 所以就知道 事实上他们也在因此 在增加他们潜舰的这个技术 好除了这个之外 保洁我们跟他讲 事实上韩国的这个军武的这个 捆龍所真的会被美国拿开 我们就讲很简单 大家想说韩国真的 那么会造船 其实韩国是全世界造船第一名 这是这个根据英国造船 还有海运的这个分析 他就直接讲 他要因为前五个月的这个 全球新造船的这个订单比来说 第一名是韩国 韩国订单45% 第二名才是中国 44% 所以韩国呢 他们在整个包括说大型的这个船舰的制造 或者说很多军舰制造 他们本身是具有这个能力的 因为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普向钢铁 普向钢铁是世界上 数一数二的钢铁公司之一 好所以你知道 我们知道韩国 他们现在也在做一个 中国在第三艘这个 现在在兴建的航母 韩国也要兴建航母 韩国也要做航母 对他们做 他们是做所谓的短场 类似像初云号这样子 短场或是垂直起降 也有点像英国女王 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航空母舰 一样的类似的这个状况 他未来可能F35会搭载在上面 就像美国当时很关心这件事 就他出来 他的这个类似两栖攻击舰 这样的长度的时候 长是200公尺 宽是61公尺 那满水位是4.5万吨 这个让当时的美国还有全世界都吓了一跳 这吨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多 因为什么 因为这其实就是他们目前 能够用的这个最先进的这个科技 全部都用在这一艘航空母舰上面 那现在日本跟韩国 如果真的倒向美国 那不是真的对北韩跟中国造成极大压力包 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 包括他们陆地上面 他们的造车技术也非常好 准备要大家研发 他们在这个战车上面的技术 所以韩国之所以会倒向美国 他们也是希望说 美国能够把这些军武的东西 拨给我之后 其实我也一要变成是军武的大国 好这我们首先讲是 韩国的地方选举在文在寅的时代面 也就是当时是十四比三 文在寅是十四喔 当时的保守党也只有三喔 现在刚好颠倒过来 现在是十二比五 现在反而是保守党大胜 代表现在的民众是接受影席 这一套 接受影席这一套以后 他就给一个大步向前 大步向前还有一个非常关键 就是他们发现过去五年 当他们开始脱离美国 开始跟日本交恶的时候 没有想到 在韩国的他们的科技 受到重大打击 对 实际上过去五年的时候 我觉得三星的确 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为什么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李在荣的关系 那李在荣为什么 因为李在荣 他卷入了前总统蒲警惠的 所谓的他的 这个相关的案件 那文在寅就是要整蒲警惠 那整蒲警惠的时候 就会整到李在荣 所以李在荣过去五年的时候 他要嘛就是在监狱的路上 要嘛就被关 要嘛就是法院 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 他还被关了一阵子 所以呢 三星在这五年之后 我觉得发展的确有点受限 再加上到日韩 处了很不愉快的关系 三星很多重要的关键 没有办法拿到的时候 所以三星过去五年 可以说是发展厅次 跟你讲 现在特色他 特色他突然你看 现在这个李在荣 开始这个左打右踢 你看这个拜登 来到美国 来到韩国访问的 第一个见的人是谁 其实也是李在荣嘛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马上就出去了 他这次出去要到 欧洲至少两个礼拜以上 他要到荷蘭去 访问这个艾斯莫去抢基台 警戒会到这个恩智普 一大堆公司去访问之后 后来再回到韩国 那为什么要这样 甚至要访问安牟 恩智普 殷菲林 西门子等等这些公司 那甚至呢 那为什么 因为他要抢EUV基台 他还说要投资什么 投资约莫是三千六百亿美金的 这个资源 要来跟台积电互干 所以你知道 韩国现在真的是取国之力 全部都要拼 知道 我们都知道 在韩国有非常庞大的美国驻军 我们也知道说 他们在军备上面 也互相交流 但我们又想现在 韩国根本就是美国 手把手的训练出来的 对 因为过去对 在日本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怎么做 因为二零一九年之后 韩美联合训练就越来越少 这边开始变成电脑兵推等等 可是你看到现在 他一开始逐渐去重启 你看到这个韩国人 跟美国人 其实是交错战略 是混编 对 他们是混编 他们没有说什么 你是韩国人 我是美国人 你看到他们这个 这种重训的方式 非常美式的重训方式 你刚刚看到去做应急的时候 还有这个去滚 拉这个铁球 还有去翻轮胎 这动作 是非常非常美式的 这种健身式的训练 现在全部导入到韩国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希望说 能够从体能教育 从根本上把韩国跟美国 变成同一支部队 我们以前在部队训练 你要做伏地底针 你要做交互蹲跳 你要做仰慕且做 可是美军现在已经改了 美军现在你要做应急 你要做伏地底针 而且做伏地底针 你手要变这个打十字形 现在韩国的体能训练 完全是走美军这一套 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去滚轮胎 滚轮胎其实是个非常好多 你一次可以练到你的大腿 你的屁股 你的胸部你的手 然后在推的时候就是你的胸肌 所以这是非常先进的训练 可是其实一般军动 尤其是国军 其实不太在乎这些事情 可是老美现在没在跟你讲 你看他打那么开启 就是把你的外胸肋套 那这个滚轮的时候 你看抬一抬起来的时候 是你的臀 你的臀 然后你的手 推的时候是你的胸肌 所以你看这些科学化综续方式 还有这种卷腹的动作 完全就丢到韩国军队里面 跟美国一起训练 甚至你看他们包含着衣游泳 这也是特首部队必须要学会的 因为没有道理说你在野外胜充的时候 你说我裤子脱先穿泳衣 所以这一套的训练 现在已经被美军完全移植到 跟韩国训练当中 所以未来韩国跟美军的训练 一定会越来越密切 那除此之外 我们刚上节也跟大家讲 在通讯上面 然后在秘密协定之上面 完全都一致嘛 所以美韩现在是完全信任百分之百 另外一回来就是日本 日本在这个时候做的动作 已经超乎我们的想像 我还记得我去年 在那边跟大家谈 日本累训八年 他的预算都增加 对不对 我跟你讲 现在行的状况不是八年 他未来至少在六年 就说二零二年到二零二七年 他的预算更要一路 从五兆日元增加到十兆日元 非常夸张的数字 简单讲他要达成美国 对他来说要占军费预算 占GDP两趴的这个所谓的标杆 那你达到十兆日元的时候 你说他要买什么东西 我仔细看很多要买的细项 有些不起眼 可是实际上你买就表示 你跟美国是完全是同一支部队 比如说这个所谓叫KC46A的空中加油机 买空中加油机 其实坦白说感觉 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知道吗 这KC46A的空中加油机 是美国以外第一个国家部署的 没有其他国家 那么多盟友 包含英国 包含韩国等等 只有日本有 为什么 因为这空中加油机 可以一次帮F35跟F35 可以同时帮一次帮F35A 跟F35B一起帮他加油 因为很奇怪 他是专门forF35的 A跟B 很奇怪 F35A是硬管加油 F35B是软管加油 一般软管加油是国际通用 你用这一般国际通用加油机 你只能帮F35B加 不能帮F35A加 可是你看喔 日本买的这个空中加油机 可以同时帮F35A跟B都加油 之后 请问他会只帮美国的或 只帮自己F35A或B加油嗎 他都可以了 都可以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如果日本的这个所谓自卫队 他作战的范围仅限于自己沿海 周边包含东海等等 需要空中加油吗 也不需要 所以买这个空中加油机 你以为是个很小事情 其实坦白说 背后联合作战的味道很浓 包含日本要发展日本自己的战斧 一二式飞弹 可以打一千五百公里 他也要有战斧飞弹 他也要日式的战斧飞弹 而且是打一千五百公里 包含日本要第六代的战机 包含日本最上级的东海的战斧 二十二艘 包含日本要发展几次飞弹 發展太空区 这些都是钱 所以日本准备好了 这个十兆日元 每一年就来去做 所谓的对抗中国的动作 而且此外 被他加完了以后 他就变成了全世界第三大的军事费 释出国家了 对 没有错 所以说对日本来说 他这第三大就已经 彻底把俄罗斯干掉 好 而且对于日本来说 他当然了 过去在整个指挥体系里面 有非常多跌床架屋的概念 比如来看这个东西 这过去有在打仗的时候 或者说他们认为在救灾的时候 你看日本就是防卫 首相 首相下面有防卫相 對不對 那其实最集成是入制 海制跟空制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中间这样跌了两个 一个叫统和木柳掌 统和木柳掌 其实就是参谋中掌 可是你看统和木柳掌 下面有个统和木 统木应用部 加上他跌床架屋到多两层 多一层 你看多一层状况之下 你知道吗 之前有人反映我 这个统和木柳掌 在救灾的时候 因为救灾四统作战 救灾的时候光是往来首相管理 做报告 做报告往后下面 被跟統統務運用部溝通 統務運用部再跟陸之海之空之去溝通 他就花一半的時間 他一半時間都在搞行政作業流程 現在的日本很簡單告訴你 不好意思 這邊都沒有 叫做統合司令官 叫做統合司令部 就一層 原本兩層 現在變一層 他要大幅減暖 遇到戰爭的這個所謂的下指令 跟下判斷的時間 直接的參謀總部 對 就變成一個參謀總部 直接管轄陸海空三軍 對 他就直接把陸海空三軍搞定 所以日本也除了做所謂軍事改革之外 在行政體系也在做改革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路講下來 包圍中國 韓國跟日本 都正在準備